《雷雷》 我的男人又投訴我 投訴我給她面色看 不跟她說話 就算說話 男人跟女人有很大分別 你有沒有聽過調查 女人原來每天要說七千隻字 七千隻字 至於我們男人只不過要說二千隻字 那就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很多時候我下班回來 我的男人總是投訴我給她面色看不跟她說話 那現在明白了 因為我那天那二千隻字用完了 但她還有五千隻字還未說 又或者你有沒有見過一群麻辣佬 在街上見到一間很漂亮的法拉里經過 嘩嘩嘩嘩嘩嘩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到嘩嘩嘩嘩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群麻辣佬 用完那天那二千隻字 女人就不同了 因為她周時還有很多字要說 所以去那些派對 她們的話題一定是天南地北 話題滿場飛 男人就不同了 就算她們圍在一起釣魚 她們只是會對著海不會說話 唯一開聲的時候 你就只會聽到 嘩 老婆 哎呀 你去哪了 你快點回來吧 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的 我今天做樂神 做到尾場 色燈還原 落水夢會的時候 我要拿道具 金大枕出場 我就周圍問人家 金大枕 金大枕 起哪 那個道具人就說 起桌面 自己拿吧 後台黑媽媽的 我見東西就拿 一拿就拿出台 誰知道一開燈 道具豬呀 那怎麼辦 都是頂眼上的 夢醒方牌 無處未 寂寞 入 南 江 所以到最後 觀眾都是沒有發現的 演員最重要是懂得撿山 像我上次這樣 做完自己的舞伴 就在虎道門看電影 怎料提搶就衝過來跟我說 我派了衝頭 你給我做了 什麼叫衝頭 就是衝出去報信的人 還要加一些很重要的介口 我說我還沒看曲 行不行 提搶就說 行了 你用你的方法 自己去處理好它 好在之前師傅夠羅 有一招半式 可以來救搶用 挪鼓一起 我就衝出去 然後我就說 賦爾哥來 你明白的 哈哈哈哈 所以 凡事總有意外 做人最重要 食汁生 哇 黃甘甘黑甘甘 等於是被甘嚇死 還以為他看到些什麼 原來是在說 牆上發光 黃甘甘黑甘甘 他們形容東西 真的好像說BB話 他們說是碟照 青BB的青椒 白酥酥的白糖 紅當當的紅蘿蔔 喝一口水又說冷冰冰 喝一口湯又說熱辣辣 不過阿嬤 說阿Sir的時候 更厲害 一口氣就說他 阿嬤嬤 嘴嬌嬌 心多多 肥噴噴萬噴噴 死咕咕 阿Sir的樣子就馬上 頭痘痘 口痘痘 眼濕濕 我打算站在旁邊 不出聲實沒死了 誰知道阿嬤嬤 就生氣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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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 說我 瘦嬤嬤 傻痘痘 臉痘 臉痘痘 臉痘痘 少爺對著我 還笑騎騎手指指 毛澄澄 被人罵得臉懵懵 下次他們吵得臉紅紅 眼凸凸的時候 我還是靜悄回到房間 醒白白 睡覺 紅膠 哦 為什麼青BB 是BB又不是絲絲的呢 紅蕩蕩 為什麼是蕩蕩 黑蜜蜜 又為什麼是蜜蜜呢 嘔嘔嘔 難道 髒了要嘔嘔 嘔嘔 嘔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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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誇張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